本公司最主要的营业项目包括小客车的租赁业 以及游览车的租赁业 以及我们的客运路线 那我们也拥有我们自由的旅行社 还有一些文创的相关的公司 那这次主要参与这个活动呢 是由我们这个台湾观光巴士 那最主要的应征的人选 那当然包括我们这个第一线服务的这个驾驶员 以及我们第一线接着业务的客服人员 以及调度 都是我们这次选材最主要的项目 那本公司呢有许多完善的这个培养的机制 那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养成的计划跟制度 其实每一个人的过去的经验 就像一本最好的这个导览书 那也相信因为这个中高龄年人 他们过往的这些经验 以及更贴近这些影法族的这些需求 那也希望他们可以规划 甚至提供出一些叫 适合甚至一些细节 然后让这个影法族旅游可以符合我们一开始的 所谓的这种养生或是慢活 很重要一点就是细行 因为毕竟一个车厂在执行 从一开始承接到最后客人的一些需求的满足 所以我觉得细行是我们作为这个运输业很大的一个要点 再来就是对于这个服务的热忱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经验的分享 那也是对于这份工作的热忱 那才能让这个工作其实它充满了更多的意义 其实我们不见得会说一定 过去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做录取的部分 其实来面是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公司 那当天也可以就他觉得可以在我们公司 他希望可以从事或者是他觉得他可以发挥的部分 来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然后让我们有进一步的了解 那当然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展现出最积极跟活泼的那一面的热情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最需要的人选